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 来来到神秘奇幻的主题故事 HBO推出的《病与火之歌前传》影集 真的是广受好评 写着这支影片脚本时 我刚看完最新的第五集 从第一季演到现在也过了一半 大致上我对这个影集的评价还蛮高的 当然这有个主因是 《龙族前传》有原著小说打底 而且乔治·马丁对于前传影集的掌握度 也比本传高 在没有背离原著故事太多 部分改编跟删减还算合理的情况下 我认为还蛮值得一看的 这集要跟大家聊影集的主轴 《血龙狂舞》 会拍成影集完全不让人意外 因为这段故事牵涉的权力斗争 太曲折 太精彩了 完全不输给本传故事 更重要的是 代表奇幻元素的《龙》 在这场内战中也有关键的戏份 而龙的大量死伤也影响了坦格丽安家族 由盛走衰的王朝命运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统治好不容易迈向黄金时代的坦格丽安家族 会在中期的短短几年内 就爆发了极为血腥惨烈的同族相残悲剧呢 又是谁该为这场惨剧负起主要的责任 如果你喜欢我聊冰与火之歌的系列故事 别忘了帮我订阅按赞起来 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喔 前一支影片跟大家聊了 坦格丽安家族为何会入侵维斯特洛 铸造出铁王座 统治了将近三百年之久的原因 还没有看过的人 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看一下喔 伊耿仪式虽然以龙征服了安达尔人跟先民居住的大陆 但要如何稳固瓦雷利亚人的统治显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即使强儒伊耿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让七大王国跟旗下的封地都保留自己原来的律法跟习俗 坦格丽安王朝真正迎向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 要等到第四位坐上铁王座的龙家国王 也就是有着睿智的仲裁者与仁瑞王尊称的 杰赫里斯坦格丽安一世 他从伊耿利48年即位 直到103年驾崩 统治了维斯特洛长达55年 他也活了70年 不管是统治时间还是寿命 都是龙家王者之罪 他的贤民也赢得了维斯特洛上上下下的敬爱 就稳固王国的角度来看 贤君长寿是好事 但如果从继承的角度来看 可能就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这意味着杰赫里斯可能得面临多次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迥迹 先不论杰赫里斯悲痛的心情 更严重的问题是 如果长子这个继承人死了 该传位给谁呢 依据维斯特洛的继承权传统 父亲的爵位通常会由长子来继承 如果长子死了 就由长子的儿子来继承 假如说已经没有长子 才会轮到次子 简单来说就是 那女儿呢 没错 这就是问题所在 因为安达尔人的继承法则里面 对于女儿的顺位有模糊空间 按传统来说 女儿的顺位是高于兄弟 但低于长子以外的其他幼子 可是如果真的碰到 国王有女儿没有儿子 那选择传位给女儿会有什么问题呢 以坦格列安家族来说 就是当女儿嫁给了非同族的人 他们的儿子也就是下一任继承者 理论上就不会姓坦格列安 杰赫里斯就面临这个问题 他的长子伊蒙死了 而伊蒙只有一位独生女雷尼斯 没错 就是影集里面那位无眠女王 而且雷尼斯嫁给了朝头岛的统治者 海蛇克利斯瓦列利安 他们的儿子兰尼诺就不姓坦格列安啊 所以传位给雷尼斯 等于说直接把铁王座让给瓦列利安家族 国王就算觉得无所谓 龙家其他人也会举双手反对 杰赫里斯的做法就是 立赤子贝尔龙为继承人 瓦列利安家族当然就很不爽了 而这个决定也让杰赫里斯跟亚历三王后大吵一架 王后觉得老杰看不起女性还没完哦 结果贝尔龙没几年后也比老爸先走一步 那接下来继承者要传给谁呢 如果这次再不传给自己的长孙女雷尼斯 和龙家有古老渊源 与长期通婚交好的瓦列利安家族就要暴动了 不止如此 瓦列利安还是全国最富有 控有超强大海军的家族 一旦翻领入欧 龙家绝对占不到便宜 为了避免直接得罪海蛇家 伊耿利101年杰赫里斯召集了全国领主 来赫伦堡召开大议会 由大家一起投票选出王国的继承者 这边就是龙族前传影集的开头 主要投票对象是雷尼斯的长子兰尼诺 以及贝尔龙的长子维赛利斯 结果维赛利斯的票大胜了对手 对 雷尼斯又再次被众人跳过 显示出维斯特洛在继承传统这块 是真的很亲世女性 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讲 杰赫里斯选继承人的问题呢 因为继承问题正是日后导致 血龙狂舞的主因 而101大议会的投票结果 不只显示出维斯特洛人 跟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 也是对铁王座未来的传位问题 提供了可行的依循范例 一来是有纷争干脆就让全国的领主来投票表决 二来是无论如何 以纯正男性继承人的争议最少 101大议会的两年后 杰赫里斯驾崩 他的长孙坐上了铁王座 也就是龙族前传影集前半部的国王 维赛利斯一世 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就跟影集有蛮大的关系了 有追影集的会很有感 不过我会以原著小说为主 来跟大家聊聊 龙家王朝是如何走向血腥内战的 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 影集跟原著有什么不同 这边我先破题 血龙狂舞的重要主因 就是继任的维赛里斯一世 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但是当继承问题 摆在维赛里斯眼前 他并没有依循祖父仁瑞王的做法 让这个王位继承的问题矛盾被激化了 以至于他驾崩时 两派都认为自己有资格称王的派系 就拼死血战了 这么说 维赛里斯一世是一个昏君啰 倒也不是 一般来说 会认为他是一位幸运的国王 因为祖父遗留给他丰富的政治遗产 让他基本上不需要太费脑筋 就能够让龙家王朝顺利运行下去 而他如果真的想干大事 也不愁没有足够的资源 平心而论 维赛里斯一世的才能 比起他祖父要平庸许多 但他也不笨 该有的政治敏感度他也是有的 维赛里斯26岁即位 他性情温和 喜爱欢笑 慷慨大方 深受贵族跟平民爱戴 简单来说就是一位好好先生 他弟弟戴蒙 在能力跟性格上 就与他大相径庭了 戴蒙的武艺高强 16岁就受封为骑士 还被祖父亲自授予龙家的族舰暗黑姐妹 可显然 戴蒙极奥不逊跟自由奔放的个性 在政治的表现上就不太理想 尽管维赛里斯都快30岁了还没有儿子 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弟弟继承他的王位 其实在继位的前10年 他就已经娶了自己的表妹 一样有坦格利安协同的艾玛艾琳 不过他们历经了好几次流产 一子难求 只有女儿雷妮娜健康成长 所以维赛里斯夫妇 可以说把所有的爱都投入到宝贝女儿身上 慧疼雷妮娜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他完全继承了瓦雷利亚人独有的美貌 智勇兼备 年仅7岁就成为育龙骑士 8岁时老爸即位为王 他成为父亲的育前嗜酒 举防王国上下重要的场合 维赛里斯都会带着他出席亮相 从小就与权力核心为伍 再加上自己确实天资充益 雷妮娜也渐渐相信 一旦爸妈不幸都没有生出弟弟也没关系 至少还有他 他有足够的本事跟经验来应付政治事务 而光彩耀眼的雷妮娜 也被传唱颂歌的歌手们 赞美为王国之光 维赛里斯夫妇 当然不会有的女儿就放弃拼儿子 好不容易即位了两年后 艾玛再惨了 然而不幸降临 艾玛生下了儿子贝尔隆之后就死去 这位王朝继承者也只活了一天就夭着 爱妻的维赛里斯悲痛万分 根本没有心力去想继承人的问题 然而这种状况下 就算国王不急 底下的臣子也不可能不担心 王储一天没有确定 就为日后王朝的动乱多添了几分风险 否则 杰赫里斯也不用头痛召开101大议会来决定王储了 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年老 随时有可能驾崩了 国王唯一的儿子夭折 王后也过世 坦格利安王朝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国王还想生儿子 谁能够成为下一任王后呢 这当然就让有野心的家族蠢蠢欲动 毕竟 有机会能够让你的家族触及王位 挤入权力的核心呼风唤雨 谁不想要呢 第二 就算国王现在立刻物色对象好了 再怎么快也要等十个月 才有一半的几率能够直接任命新的继承者 更别说万一下一胎又是女儿呢 在这之前 谁有资格继承维赛里斯的王位呢 其实现阶段也就两个人选 刚好都是维赛里斯很宠爱的人 一个是自己的女儿 王国之光雷琳娜 另一个是弟弟 游侠王子戴蒙 题外话一下 维赛里斯不只宠女儿雷琳娜 他其实也很宠弟弟戴蒙 有看影集都知道 他这位好人国王很包容弟弟 但为什么包容 影集没有讲得很清楚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他们兄弟本来感情就很要好 年少新皇时 两人可是一起玩遍了军营的深色场所哦 第二个是 101大议会之前 戴蒙曾经为了挺哥哥吉位 不惜和另外一位候选人的爸爸 海蛇带队的最强海军杠上 光是这点就值得让维赛里斯 也力挺弟弟到底了 然而宠归宠 面对弟弟 屡次跟他要求继承权 维赛里斯都拒绝了 除了他知道 弟弟的性格不适合成为国王以外 也不免受到 御前首相 奥托海塔尔的影响 因为奥托在国王面前 对戴蒙的批评从来不流行 甚至认为 他不按牌里出牌的性格 是国家的乱源 奥托为什么对戴蒙很有意见 根据红宝弄成蘑菇的说法 是因为戴蒙夺走了他女儿的初夜 不过真相如何一直是个谜 蘑菇这个人的可信度很有问题 而这两人的冲突 到爱马王后死后就更加严重了 因为对奥托来说 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能够让自己的女儿成为新王后 来自旧镇的海塔尔家族就不可一世了 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国王要在两个人当中 挑一个人作为王储 奥托肯定是全力支持雷尼拉的 奥托当然不是真心支持雷尼拉 这么做只是为了排除戴蒙的继承权 如果她的女儿成为王后 又为维塞里斯生下儿子 那戴蒙跟雷尼拉可以说就是出局了 要论哪位是比较可怕的劲敌 那应该是戴蒙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男生 前面有说 维斯特洛除了多恩王国以外 大多重男轻女 而从法理上来看 公主跟亲王究竟哪位的继承顺位比较高 也没有定论 基本上是看国王的意愿 而国王如果要避免正义 理论上也应该要选男生 从这点来看 也不难理解为何奥托要先排挤戴蒙 国王虽然明显没有想把王位传给弟弟 但谁都看得出来 国王还是很挺弟弟的 谁知道会不会哪一天国王就改变心意 说要让弟弟当继承人呢 戴蒙想当王储很久了 前面也说过嘛 他跟他哥如了很多次 但是哥哥都不肯 这时候大嫂跟侄儿都不幸去世 如果好好表现的话 说不定有机会让哥哥改观 偏偏他却自己作死 居然在妓院借着酒意 称妖折的侄子是一日继承人 哇 这个消息传到维赛里斯耳里 当然就爆啦 平常你东搞西搞 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我们一起长大 我还不懂你的个性嘛 但你侮辱我老婆为我生的儿子 这口气我就吞不下去了 维赛里斯一怒之下 正式册封雷尼拉为龙石岛公主 跟王位继承人 还替女儿举办了盛大的效忠仪式 命令数百位领主跪在她的面前 宣誓维护她作为继承人的权利 雷尼拉作为继承人 也正式加入了御前会议 眼看继承人顺位已定 戴蒙也奉而带情妇离开 霸占龙石岛 这一切当然正合首相奥托的意 不过奥托大概也没料到啦 国王策立雷尼拉当继承人的心意 比他所想的还坚定 影集的维赛里斯看起来年纪比较大 但其实上妻上死的她 这时候也才30多岁 身边的大臣当然是建议她 再娶一个新王后啦 对于国王立雷尼拉作为继承者 多半只是觉得 国王因为打击太大了 再加上被戴蒙气到才会这样做 大多数人认为 只要国王有了新王后 新王后也帮她生出了儿子 那继承权就可以名正言顺 改换给国王的长子了 问题是 谁有办法当国王的下一任太太呢 底下的臣子 当然就开始帮国王 物色新王后的人选 前面有说嘛 遇前首相奥托老谋生算 她早就想让女儿阿利森 去温暖国王空虚的心 撇出奥托的私心 大学士比较中肯 建议国王跟瓦列利安家族的 兰纳尔联姻 来修补两家逐渐恶劣的关系 兰纳尔就是先前跟维塞里斯 竞争王位兰妮诺的妹妹 国王本来是有考虑啦 毕竟兰纳尔 从她老妈雷尼斯那边继承了 瓦雷利亚人的美貌 也从她老爸科利斯那边继承了 冒险精神 论智慧与勇气 她不会输给自己的女儿雷尼娜 但偏偏兰纳尔这时候才12岁 罗利她真的吃不下去啊 题外话一下 兰纳尔不到12岁 就驯服了当时候 世上最老也最庞大的龙 瓦格哈尔 这条龙就是上一集影片提到的 征服者伊根的姐姐 维桑尼亚的龙 兰纳尔后来还成为了 游侠王子戴蒙的老婆 然而维塞里斯没有听家臣的劝 选择了漂亮身材好又聪明伶俐的 阿利森海达尔 唉 瓦利利安家族又再次被龙家排挤 对首相奥托来说 既排除戴蒙这个眼中钉之后 再次计划通成功 更爽的是 阿利森很快就帮国王生下了三子一女 老大伊根身为国王长子 以继承法则来说 顺位是最优先的 再来就看国王什么时候要替换王族了 但是奥托很抱歉啊 你们家国王就算喜货长子 也没有打算更换继承人哦 是的 后来龙家内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 国王的长子伊根既然已经出生 这个首相兼岳父的奥托 当然是逮到机会 就暗示国王要与大举为重 国王当然也没在傻啦 虽然阿利森是他自己想取的 但是奥托想要他的外孙当继承人 当然是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 说真的 虽然他先前替雷琳拉 举办了盛大的效忠仪式 但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领主 很明显有不少人是看在国王的面子 才勉强效忠这位女性继承人 如果我们维哥这时候要让伊根当王族 没意外支持的会比反对的还多 不只奥托啊 王后阿利森自己也是跟丈夫 如了好几次 然而我们国王就是任性 硬是多次回绝了奥托妇女 易族的建议 雷妮拉依然跟着国王出席各种重要场合 而且随着雷妮拉越长越大 亮丽的外表跟过人的勇气智慧 让他越来越无愧王国之光的称号 每天都有领主跟骑士 抢着拍他的马屁 虽然守在他身边的 一直都是王国中最强悍的御灵铁位 克里斯顿科尔就是了 眼见国王无动于衷 奥托搬出继承法则 来跟国王缩嘴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最后在伊根利109年 国王再也忍不住了 这么猴急啊奥托 我要是让你的外孙当王储 你下一步是不是要制造什么意外 让我提前驾崩啦 奥托当然是惊恐的回他 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国王也忍耐到了极限了 直接把奥托的国王之首徽章摘下来 奥托啊 你先后当了两任国王的首相 也十多年了 我看你也累了 回旧镇好好休息吧 罢免奥托之后 国王改任命莱昂诺史状为首相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 王位继承人的问题 奥托担任首相有十多年了 在红宝的人脉跟支持者相当可观 这些人可以说 坚定支持的王后阿丽森 跟伊耿王子 甚至也有不少坚持男性 才有继承权的人 也归附到了王后的势力底下 但公主也不是省油的灯 被册封为龙石岛公主已经数年 国王一直坚定维护她的继承权 雷妮娜不只得到了 大批领主的宣誓效忠 仰慕她跟支持她的贵族 也是不计其数 可以说公主与王后王子两边 都有很庞大的支持者 而这些支持者不外乎都希望 自己是压对宝的那一边 伊耿利111年 一场庆祝国王与阿丽森王后 结婚5周年的圣诞宴会开始了 王后身穿绿色晚礼服出席 雷妮娜公主则身穿坦格丽安家族 传统的黑红色礼服大抢了王后的风头 从此之后这两派势力就各自自称为绿党跟黑党 这边影集做了一些改编 改成是在公主与瓦列丽安家族联姻的婚宴上 由王后硬抢公主新娘的风头 关于雷妮娜跟阿丽森的关系 影集做了比较戏剧性的调整 把这两人改成了年纪相仿 从小一起长大的好闺蜜 也因为本来关系很好 所以后来两边彻底决裂时 强烈的反差感就出来了 影集这种昔日好朋友 今日死对头的改编 我还蛮喜欢的 而在原著中就没有闺蜜的设定 阿丽森比雷妮娜大了约10岁 本来关系也不差 但就没有什么交集 共同的部分就是 两边后来确实决裂了 所谓的血龙狂舞 就是一场龙家两派人马 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 所引发的残酷内斗 这两派人马 分别就是王后阿丽森 与王子伊耿的绿党 还有公主雷妮娜的黑党势力 绿党跟黑党的对立 早在国王生前时就已经展开 越演越烈 到后来已经明显到 国王都知道两边快要互殴了 努力通过礼物 金钱 宴会 来缓和双方剑拔弩张的情绪 但是效果很有限 果不其然 维赛里斯一驾崩 绿党马上就出手 封锁了国王驾崩的消息 无视国王的王储选择 直接让伊耿坐上的铁王座 正式开启了血龙狂舞 有些人会以为 阿利森跟雷妮娜的交恶 是造成血龙狂舞的原因 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们的交恶程度 主要是影响了内战的严重程度 你仔细想想会发现 即使他们没有交恶 只要国王坚持雷妮娜的继承权 再加上他也有了儿子 那这场谁是真正 且合法的继承人之争 就必然会发生 影集里奥托的首相位置被拔 离开军林之前 对阿利森讲的那段话 就是这个意思 奥托对女儿说 时候到了阿利森 你不是准备让伊耿统治 就是准备紧紧抓着雷妮娜 祈求她大发慈悲啊 在影集里面 阿利森不想让儿子 去抢闺蜜公主的王储位置 但奥托知道不可能 眼下的局势就是 即使你不想争 支持伊耿为继承者的所有人 也会把你推到公主面前 逼你让公主下台一鞠躬 而当雷妮娜即位 不服这位女王的人 如果起来闹事 到时候她跟伊耿 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也就是说 当阿利森生下伊耿的那一刻起 她就已经站在这场 王室继承内斗的舞台中间 想走也走不掉了 另外 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 国王为什么这么坚持 雷妮娜当继承人呢 一般来说 只有膝下无子的状况 才会考虑让女儿接班 但维赛里斯都已经有伊耿这位长子了 而且 他自己的王位 就是靠着101大议会 默认 幼子大于长女的继承顺位 才当选的 这基本上 是除了不受铁王座管辖的多恩以外 所有王国贵族都默认了潜规则 所以维赛里斯不把王储位置转给伊耿 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 小说并没有明确说明 维赛里斯的想法 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几点可能的推论 第一 维赛里斯是一个专情的人 他把艾玛当成是毕生致爱 觉得自己对不起因为生产而死去的艾玛 他把这个遗憾跟补偿心态 全部转化到了 他跟艾玛的女儿雷妮拉身上 所以要把自己能够留给女儿最好的东西 也就是王位留给她 第二 雷妮拉确实各方面都很优秀 而且旁听正式的经验丰富 绝对能够成为一个 不输给她的优秀统治者 更重要的是 雷妮拉这种女强人 绝对不认为自己比男性弱 他也没有想要让出王储位子的意愿 国王身为她的老爸 一定也能够察觉女儿的意愿 随着绿党跟黑党的矛盾越来越深 雷妮拉更不可能抛弃她王位继承人的身份 要抛弃 在她的贴身护卫科尔 要求她一起私奔时 她就抛弃了 不过关于科尔 要公主跟她私奔这件事 小说里面有不同的说法 第三 维赛里斯是一个善良 但是私心也很明显的国王 她的善良 让她可以用比较温和的脚步 去延续祖父的黄金时代 然而维赛里斯的私心 尤其是对弟弟戴蒙 跟女儿雷妮拉的宠爱 让她不太能够听进别人的建议 而她不听大学是那个 与海蛇加联姻的建议 执意让阿利森当新王后 更是自己私心的表现 这很容易就让统治者 把亡国的利益放在私心的后面 产生各种争议 总结来说 血龙狂舞会发生的罪魁祸首 可以说就是维赛里斯这位国王 这也体现了一件事情 善良温和的国王 不等于就是一个邪民的君主 在亡国统治与权力斗争这方面 善良不是优势 很多时候反而遭受了冲突与危险 比起想办法讨好所有人 或是想办法维护自己的私心 如何运用智慧 做出某些必要的牺牲与妥协 来顾全大局 对于王朝的巩固更为重要 而如果国王更有魄力 在确立公主继承权的同时 也能够直接对绿党的人杀鸡儆猴 虽然会失去绿党众多支持的民心 但至少会让女儿的未来即位之路 更顺利一点 免去大规模内战的可能 偏偏国王做事做半套 该硬起来的时候却硬不起来 做出了争议性的决议 却还妄想以和为贵 那也难怪死后王朝会一秒就动乱起来 而我也不禁反思一件事 如果维赛里斯 当初没有非得把王位传给女儿 或是艾玛斯的 她选择的是跟瓦利利安家族联姻 是不是血龙狂舞就不会爆发了呢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